记者冯一宁台北报道,女性吴佩慈2014年为百亿富豪男友季小波生下两子异女,虽然机身富豪之门,却始终没有名分。 久未现身的她,佐、二、晚出席财团法人台北市赛珍珠基金会欣欣相惜,爱不缺席慈善晚宴,身主白色蕾丝晚礼服亮相,看来豪门生活过得不错。 当初吴佩慈以酒头身美女为卖点出道,发行第一张专辑之后集到日本留学,翻台后再度回到娱乐圈打盘。 吴佩慈很早就决定要进豪门,当初为了进记家门,除了肚子要争气,还在社交平台上不断塑造自己是记家媳妇的身份,不断晒全家出油罩。 除此之外,吴佩慈也极力讨好记小波的妈妈,最甜是基本功,记家开酒店,她也特别夹钱打造两条长50公尺,重20吨的金色水晶巨龙,悬挂在酒店正厅。 吴佩慈昨日以慈善大事身份参与活动,希望能为辅助弱势新移民子女尽一份心力。 她说,答应前我有点犹豫,但当妈妈后就能感痛身受,认为应该要积极响应对新住民下一代的关怀与帮助。 昨晚同台出席的名人还有蔡依珊、李晶晶、高一平、陈宛若等人,因为今年适逢赞珍珠基金会慈善晚宴第五届举办,同时也是台湾赞珍珠基金会成立50周年,因此格外行光异议。 吴佩慈希望能为其他弱势孩童尽一份心力。 赞珍珠基金会提供赞珍珠基金会荣誉志工蔡一山。 赞珍珠基金会提供李晶晶。 赞珍珠基金会提供